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幸福后座宾 带您用贴近和关怀的角度 听听社区基层的声音 首先来看到高雄市四维路 和中校路的周围 种植许多牧棉树 由于市中在 宽曼车道的隔离绿带上 树形高大 职业茂密 严重影响行车的视线 常常导致车祸发生 经过里长向市府反映 公务局派人将路数给移植 还给市民一个安全的行车环境 开车从光华路转进四维路 也进入了高雄市有名的 木棉花大道 六十米的道路十分宽敞 中间分隔岛之外 快慢车道也都种植了行道树 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木棉花 而正因为这个路段 种满了木棉花 无形之中也造成当地民众 不少困扰 有时候会突然飞到黏柱 有时候流汗会黏柱之类的 地上有水有油 那个也都会黏住啊 要清理不好清理啦 看就是这边飞到处都是 就乱飞来飞去 扫地的阿伯也感同身受 木棉花就像地上的树叶 怎么清也清不完 你这个木棉花在那里面有 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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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家说 大家在说 居民都说什么样的 都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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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理长表示清明节前后是木棉花开花季节 而在花开结果之后棉续开始满天飞 不仅难以清扫 也危及机车骑士的安全 木棉花其实讲实在 它这个对于整个路 是应该是能够种一些 比较不会飘落的 整个造成环境污染 而且你看交通机车骑士一过去 只要到木棉花开的时候 它飘的花絮 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视线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也呼吁请我们建议 我们的市政单位 能够种一些比较不会 像有木棉花这种飘花絮的 才不会去挡住 我们所有驾驶人的视线 商家抱怨离长请命 期待四维路改种其他树种 但还没有改变之前 几颗木棉花已经悄悄的被移植了 会在四维路中校路口 原本有种植许多像记者旁边 这么多的击背木棉 但是因为会危害到行车安全 因此仰工处决定将这些 击背木棉给移植 还给市民一个安全的行车空间 因为我们在这边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车祸 转弯车执行车 这样直接会撞到 有差有差 你觉得很可惜 算你种植这么久 当然会这样 但是安全比较重要 是觉得安全重要比较好 移植就好了 这样就照你来说 靠近是没有靠的 刺客应该要移植 不要用它管 呼吁所有我们的驾驶人 以及我们骑机车的人 也要同时注意 不管在这个十字路口 一定要先停 停了以后慢慢的再通过 不要说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这样会造成当然 我们的交通规则 只要是一到十字路口 或红利灯的地方 能够减速慢行 原本位在四维路 中校路 及仁爱路口几颗木棉花 因为树木枝叶茂盛 挡住了视线 经常发生车祸 经过当地里长多次反应 公务局养工处 才终于派人移植 以前种了很多颗的木棉花树 还有仁爱山街跟四维路口 跟中校路跟四维路口 这边常常都发生很多次的车祸 因为最主要是 整个视线都挡住了 在快车道的车子 要右转从仁爱山街 或者从四维路 右转从中校路过来 常常机车没有看到车子 车子也没有看到机车 所以常常发生车祸 经过我们向市府沉勤以后 也请我们仰工处来移植 现在整个你看都已经 整个视线也很清楚了 车祸自然就减少不会再发生 这当然我们也感谢我们市政府养工处 对我们整个市民的交通安全 能够彻底将它移植以后 整个视野都宽阔了 而且从快车道来的汽车 转向仁爱山街 或转向中校路 机车道也看到汽车 也很清楚的都可以看得到 而汽车也很清楚的看到 慢车道的机车 所以现在车祸就大幅的 都改善了很多 我们同时也感谢 我们市政府养工处 做这方面的努力 照顾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 只是其他的木棉花该如何处理 没有答案 赏心悦目的木棉花 是高雄市的试花 成牌的绿印景观 也是四维路的主要特色 如果真的能够找出一个 不造成里面困扰 也能保有绿色景观 两全其美的办法 相信对高雄市民来说 走在四维路上 真的是幸福 也是快乐 幸福后出兵 张世民王思武 专题报道 高音大乐林大学的上课气氛 非常的轻松活泼 学员除了在艺术媒材的课程中 和老师学习用纸粘土 捏出各式各样 俏皮可爱的猴子之外 在班上担任咖啡社社长的学员 会利用空档的时间 现模现煮咖啡 和学员分享咖啡的花花世界 学员们可以一边翱翔在艺术创作的天空中 也可以一边喝遍世界的咖啡 来环游世界 灵活好动的猴子 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形象都不太一样 长辈们先在纸上画出猴子的草图 再用纸粘土慢慢捏出猴子的形体 应该是很开心吧 就坐着在那边享受吧 对 应该是 这是侧身的 对对对 我的猴子很开心 眼睛好大哦 对 像米老鼠 又像他们说像青蛙 是不像的 不太会做 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肚子 有的猴子的尾巴还挂在树枝上 每位长辈的作品都非常生动有趣 原来是老师在上课之前 就先展示许多猴子的形象 再让长辈们自由发挥想象力 创造属于自己的猴子 因为刚刚前面有用PPT先讲解 就是让大家认识猴子在 因为今年的生肖是猴年属猴的 那我们就是先介绍各个不同的猴子的图案 那猴子我们认识图案之后 其实它有分平面跟立体 那我就创造了一个半立体的方式 让学员们去玩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紫粘土去做出猴子的形状之后 再让他们下次上课用彩绘的部分 所以它会结合手作跟手绘 如果水不要再太多 水太多会太湿 后面记得用白胶把它粘上去 高音大乐林大学利用纸粘土作为艺术媒材 启发长辈们的艺术创作力 长辈们就以猴子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 动动手也动动脑 每个人的作品都很有特色 超乎老师的预期 有因为我觉得跟乐林大学的学员们上课很有趣 就是大家互动上都很热烈很活泼 因为毕竟大家就是生活人生生活经验累积很丰富 然后就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他的观点看法 然后甚至在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保有童心的 所以玩出来的作品其实都是很有趣很丰富的 下礼拜上颜色 今天是 到时候再看吧 到时候再看 真正的猴子毛的中色那种还是说 也可以 也可以 对啊 也可以自己一想天开随便乱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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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咖啡 给你洗好洗 还有这里 教室里传出正正咖啡香 学员们一边喝咖啡 一边做纸粘土的艺术创作 这是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热明大学的课堂上 特有的上课气氛 同学都知道我本身在家里我自己有在烘豆 自己烘豆 然后自己在玩咖啡 后来就是学校想要说 希望我们热明大学有一个社团 然后我马上就答应 因为大家对咖啡 原来我们这群老人有十分之九是不敢喝咖啡了 那我就马上答应成立一个咖啡社团 那我们就是就是每个星期二 12点下课之后 我们12点半就开始 那我也是带大家从一般粗浅的咖啡 我也有在跟他们上一些咖啡姿势 然后再冲咖啡 这位许妈妈专研咖啡多年 在课余时和学员们分享她的咖啡经 年长的学员原本怕喝咖啡的 听了她的介绍 不但敢喝咖啡还懂得喝好咖啡 结果没想到每一个人喝完咖啡回去就说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因为我们是好的阿拉比卡豆 那个咖啡因是一般的那个罗摩斯达的三分之一 叶儿老师都帮我们炒买生豆 帮我们炒 然后我们回去自己药用的时候再搅拌 每天早上都喝很棒 叶儿老师泡的咖啡 喝了以后那个胃不会难过 晚上照睡 怎样泡咖啡 从外围一直绕圈圈冲水的时候 从外围冲到里面 泡出来的咖啡就比较好喝 这要先闷 很多步骤 很多步骤 许妈妈的咖啡都是现磨现泡 冲泡手法一点也不输专业 而且还下重本买来世界各品种的咖啡 请学员用喝咖啡来环游世界 水洗的烟干学非是米洛塔下这个庄严的 因为要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就说要带他们喝遍全世界的 所有产咖啡国家的咖啡 所以我们就先从非洲的 非洲国家有产咖啡豆 我能够有办法在网路上找到的咖啡豆 我都来烘给他们喝 再来中南美洲 再来亚洲 最后亚洲 那我们到第二年去年 我们已经把全世界产的咖啡豆 几乎都喝完了 然后从去年的下半写起 就是我就开始带他们进入精品咖啡的世界 而且我们就是喝庄严豆 例如现在世界最有名的巴拉玛翠庄严的异季豆 我也烘来给他们喝 所以现在就是每天就是 每一次上课就是 有两种或是三种不同风味的咖啡豆 那当然都是以伊索比亚的阿拉比卡豆 还有播放 那个琉璃旺群岛的播放 这两种咖啡豆来变化 手艺的那个 然后又可以享受到咖啡 人生一大 十一点 很幸福 喝口咖啡再吃点小饼干 高应大乐陵大学的每位学员都各有来头 而且兴趣多元 大家也很久没有像小学生一样 接受这样的美学教育 捏着纸粘土 一点一滴把心目中的猴子捏出来 幸福后祖宾林嘉明 类长帮专题报道 由亚雷慈善会承办的 左营复明长津中心 每周二和周四都开办老人日拖班 来参加的长辈年纪都比较大 所以在上舞蹈课的时候 长辈虽然是坐着跳舞 但是还是展现旺盛的学习精神 另外志工也会带领长辈们 玩抓娃娃的游戏 大家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 玩得非常开心 一大早天气寒冷 长辈们穿着厚重的衣服 还是准时来到老人日拖班报到 志工先帮长辈凉凉血压 看一下他们的气色如何 我都在这里有队在这里 你是谁 我这个心中也没什么 因为像今天天气比较冷 就是提醒他衣服要保暖 那通常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子 再凉血压比较准确 对 然后再来就是要去跟老师运动 那血压的状况你怎么看 就是高高啊 因为我们通常有记录嘛 那有记录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看 跟他往常比较起来 是比较高比较低 接着在舞蹈老师的带动下 长辈们跟着做防蝶健康操 抬抬腿踢踢脚 手脚地起动一动 增加下肢的肌耐力 才能够预防跌倒和减轻伤害 我觉得对他们的肢体协调 那律动 然后有一些单一关节 一些关节 因为他们的身体 不是那么的敏捷 那么的灵活 那可以训练他们的 肢体的律动 然后关节 肢体 对 比较协调性 可以辅助他们 这群日拖班的长辈 因为年纪比较大 有些舞蹈动作比较激烈 长辈们坐着跳 可以让下肢 不用承受太大重量 下肢不方便的长辈们 依照身体状况 坐着动一动 一样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 因为这里以高年 平均年龄大概都八十几岁以上 那我们都是以 就是以长辈的身体状况 评估来做舞蹈的编排 然后他们上课 就是也有坐着 也有站着 就是但是课程的律动 我们就是前面刚开始一样 就是很基础的热声 那后面就是编排 他们喜欢的一些 台语歌 国语歌也好 就来做编排 那下一首就是 快乐 明南语台语歌曲 快乐的出旁 对 就是 他们很喜欢的一首明南语歌 对 那主要是 大家听到歌曲 很容易就跟舞蹈动作 能够衔接上 那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这几天天经变冷了 长辈们还是不畏寒冷 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复明长青中心的老人日托班 大家一起跟着舞蹈老师的动作 动一动 跳一跳 伸展筋骨 身体慢慢暖和 心情也变得愉快许多 复明长青是我的第二个大家庭 好多兄弟姐妹同方乐同进吃 我都带便当来这里吃 不错 在这里拿自己的家庭 大家一些这些老人聚会 想不想要运动和游戏都在家庭 加一些这些所谓中众 大家让大家讲快乐 去年度他们其实有参加一个 红道基金会办的一个比赛 就是运动操的比赛 所以今年我们也会请老师设计 他运动操 然后教导长辈 然后让长辈学会之后可以去参赛 然后我们去年有入围全国的前十名这样子 所以希望说他们上次练的也还蛮开心的 这次也希望说今年会有好成绩 跳完健康操身体暖和起来了 有趣的抓娃娃游戏就登场了 长辈们前后操作的抓斗 看准想要抓的糖果饼干就按下按钮 结果要抓到糖果饼干真是不容易 不过最后还是仍然有奖 因为从过程中大家早就忘了年龄 回到小时候天真可爱的模样开回大笑 刚刚有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 为什么 因为好像不好抓 年纪大了就像小孩子 所以叫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过日子就好了 不用计较什么 老小都是同乐 去里面一些比较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健康的长辈 然后行动可能稍微不变的 然后这个班级很适合长辈来做运动 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那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做像手工艺 或是说一些小游戏 促进他们手脑协调的一个部分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班就很欢迎社区的一些长辈 或像有些可能是外劳跟他们一起来 或是家属送他们来 然后可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课程 那么每个月的课程有根据不同的一个安排 去排不同的课程这样子 复明长青中心的老人日托班 在亚雷慈善会用心经营之下 关怀社区长辈们的身体健康 也用简单活泼的游戏带给长辈们欢笑 长辈们虽然年纪大行动不方便 不过还是坚持每周固定时间来这里报到 尽量和人群接触学习新事物 让日子过得充实又愉快 幸福后宿逼林嘉明 来长邦专题报道 请问周将街友和独居长辈该如何抗寒 引起社会的关切 仁安基金会高雄平安站就长期和基督教恩友中心合作 提供弱势长辈三餐的照顾 让他们衣食无余 平安度过寒冷的天气 这一天高雄的天气降到10度左右 天空下着雨 五六十位街友跟独居长辈穿着厚厚的衣物 缩着身子坐在教会里 等着接下来的敬拜 我们在天上的后 感谢你一领各位弟兄姐妹来到里面前 如今一般 每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话中能够得到祝福 因而感谢观念 我们因而感谢未来 我们将唱诗歌来赞美你 我们将这荣耀归向你 以上所作祷告 祝福耶稣基督的名 阿瑞 基督教恩友中心三明教会的蔡正德传导 带领大家一块祷告 唱诗歌 尽管没有钢琴伴奏 仍然可以感受到教会福音的气氛 中文里面前 天地生啊,不偏待人,按個人行為, 審判人的維護,就當存敬畏的心。 半個小時的敬拜結束,也開始今天的午餐時間。 一般是早上八點,中午是十一點。 晚上是五點,就是半個小時敬拜。 敬拜完以後,接換禱告以後,我們就提供熱食給各位弟兄姊妹用餐。 天氣特別冷,好些人也送來熱騰騰的粽子給長輩加菜。 每個人兩顆菜粽,吃在嘴裡,暖在心裡。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 是。 那我能不會唱嗎?我一定唱得最大聲。 很大聲。每天吃。 唱歌的時候,會不會感覺很喜樂? 對,是很喜樂。 是。 今天天氣冷,特別善心的是,準備了兩個。 是,這個好好吃。 因為我們沒有牙齒,所以吃這個好。 有沒有感覺很感恩? 就是很感謝。 這樣的一個貴贈給我們,我們真的很好。 我們自己沒有東西吃嘛。 我們來到這邊,就一天一日三餐。 然後他這個廁所啊,什麼都弄得很好。 還有吸管的地方。 今天天氣冷喔。 對,大家中午都睡在這邊。 南基金會其實在寒冷的天氣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預寒的措施。 那剛好今天算是有捐了一些140顆的菜掌。 那因為天氣冷,就趕快把它帶過來發給他們。 今天在這邊所有用餐的寒字。 那除了這些之外啊, 我們人安基金會會在寒冷的晚上, 很預計今天會去做夜訪。 那我們夜訪就是讓避免, 讓睡在路邊的街友們凍死。 照顧街友及獨居長輩, 人安基金會高雄平安站跟基督教恩友中心合作, 免費提供三餐照顧。 剛好這幾天寒流來襲, 氣溫奏降。 小小的空間顯得格外溫馨。 一開始來這邊的時候啊, 有時候秩序是蠻凌亂的。 那但是透過一些教會中心的規矩, 那其實這些目前來用餐的韓式, 慢慢的越來越守規矩。 原本會大聲喧嘩,甚至會吵架。 但是現在因為規矩上面的制定, 那他們都會很有規矩的用餐。 那其實這對韓式們來說啊, 也是好的一件事情。 三樣菜有肉也有蔬菜, 長輩飯甜得滿滿的, 而心中的感激同樣也是滿滿的。 天氣又冷喔,有沒有吃飽啊? 有。 太好了。 太好了齁。 有沒有覺得很感謝在這邊? 感謝,感謝主。 是。 真的。 這些資源都是誰提供的? 大部分是那個教會組內的弟兄姊妹, 會不定時的提供一些那個物資來, 像那個麵包啦,那個菜類, 還有一些就是衣物方面的。 靠著愛心人士的幫助, 仁安基金會跟恩友中心 提供街友及獨居老人三餐。 一晃眼就過了四年。 同樣的講道, 同樣是唱著詩歌, 而同樣也是謝飯祷告。 這群長輩不用憂心三餐, 也不用煩惱外頭的天氣。 如同詩歌般打動人心, 一股暖意湧上心頭。 有勇之君子, 我們每一時間再會。 我們每一時間再會。 有空會有空會。 才會群 colorful插著賴情。 便回過一天。 有空會發展, 有空會保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